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讲 人性理想的证明 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一个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过一个哲学观 我们要了解这一门学问 哲学这一门学问我们是有一个关口的 这是个什么关口呢 就是我们去理解精神与自然意识的区别 就是中国古人宋代的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 当然当时虽然中国没有哲学这个词 但是他们已经体会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已经体会到这样一种学问 这种学问他的研究是什么呢 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说 不离日用常行内 就是我们研究的这个东西 并不脱离日常生活 不离日用常行内 直到先天未化前 先天未化 很厨 好 不离日常行内 不离日常行内 我们去年节日常行内 最后一会议订阅 不要 awfully 不离日常行内 那么就可不离日常行内 不离日常行内 是这样的 可不离日常行内 不离日常行内 不离日用常形内 直到先天未化前 这么万事万物 尚未封化 没有区分 在那一个原初 在根据根源所在 直到先天未化 这两句话的意思 实际上指出了 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 是我们通常的常识 不容易了解的 我们总觉得人类的知识 总是针对着经验的 就像我前几堂课讲的 哲学要追问的是 让经验成为可能的根据 而这个根据本身是无法被经验的 这个根据我们对它不能形成感性的经验 导过来 一切感性的经验 到底这个根据做前提的 我们要研究的这个根据 中国古代思想家说是先天未化的东西 这听上去有一点神秘了 今天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神秘 我们按照唯物主义的常识 总以为这个万事万物现成的存在 不依赖我们的意识和意志 我们叫客观实在 真有这样的客观实在吗 甚至我们在把它表达为客观实在的时候 我们已经用了思想了 我们已经把我们 已经把我们对外部事物的感性的 知觉啊 对它的种种的规定啊 先抽象掉 说这一次规定我们先不说 但它是客观实在 这个客观实在 本身也是一个规定 我们人类可以把万事万物的差别 消灭掉 说它们统一于物质 物质我们可曾感知过 我们从未感知过物质 我们能感知的总是具体的事物 此一物彼一物 我们要把此物和彼物的差别都抽象掉 我们说它们不管怎么千差万点 归用到底是物质 它们是物质的不同的样态 是吧 那么我们关于这样一个表达 就是说那个物质本身 其实不是我们感知过的 它是我们思想的抽象 所以物质乃是一个放愁 那么犯愁来自哪里 犯愁来自人心的规定 但是我们同时要说这个犯愁 表达的那个东西是不依赖于能的意思了 这里就发生问题了是吧 要讲这一点的话 我们一步一步来说 第一步我们就要讲劳动 第一节 劳动的本体论理 我们谈到人和动物的区别 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 许许多多的区别性的特征 比如说人是有语言的动物 人是有宗教的动物 那动物本身没宗教的 人是能够说出一个我字的动物 我们还能说人是什么 怕冷的动物 自然界的其他物种 其实不怕 他们面对海人有各种方法 简单的方法是冬眠 稍微高级一点的方法 是长出厚厚的毛发来 试问人有这种本领吗 人没有这种本领 所以人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对付海人 我们或者取暖 烧火取暖 或者我们缝制衣裳 来遇害 这种方法不是自然界本身的方法 是吧 我们把这种方法叫文化 那么就问文化是如何可能的 如果我们把文化这一层拿掉的话 我们把人和其他物种做一个对比 我们觉得人是非常可怜的 他的本能的装备很不完善 从生物学的原理来考察的话 人是一种什么 没有完成好的的物种 他按照生物学的原理 特别是按照达尔伦的进化论 设者生存这个原理的话 人应当被淘汰了 当然人还保留了一些基本的本能 那叫构成一种五条件反射的能力 你一圈向我打过来 我不要思考眼镜就砸了一下 人就让一下 这种本能人还有 但是把人的本能拿出来清点一下 发现太少了 动物能够按照他整个的本能装置 来适应他所处的自然环境 从这个生物学本身的原则来考量人 人是一个会完成进化的一种物种 它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物种 这种畸形的物种 按照设者生存的原理 按照这个生存竞争的原理的话 它就这个物种就应当淘汰了 它应当灭绝了 但是人却以一种另外的方式 存活于自然界 这种方式我们叫 劳动 碰入高级一点的动物 最高级的动物也不劳动 他们能觅食 在觅食的时候比较的聪明 但你不能把这种聪明的 觅食的活动称为劳动 因为劳动生气的改变着自然界 而且对自然界的造成的改变是如此的巨大 今天我们眼神睁开来看一看这个地球 我们人为劳动所创造的一切可以跟自然界上千万年上亿年的进化 在演变争气斗生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地球搞成这个样子了 它的底下有大量的钢筋混凝土 它的天空有各种电波 我们有温馨传播信息 未来世代的人类 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类的文化进行考古的话 会看到什么 看到非常惊人的现象 我们设想一下 多少世代以后的考古学家 在巴黎这个城市底下挖出来什么东西 一层又一层的地铁 可可以好夸张的说 巴黎这座城市底下几乎被逃空了 地铁风好几层的 我们去过巴黎 去过巴黎的人告诉我 再看不容易 撒海这些算什么 现在谁那么几乎 人类这么有本事 所以我们总不能把劳动 人类的劳动 看成是自然界本身的一种形态 人类的劳动 在今天的这种形式当中 所产生的一切 是让大致能够感到惭愧的 所以我们就来想想 劳动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能说 人的生存方式 是自然界自己的一种形式 于是把文明看成是自然界的一种样态 文明安息本质 它超出自然界 创造出自然界不可能有的新东西 这一点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对这个事实 必须进行哲学的思考 我们无法把人的劳动还原为一种非常复杂的本能活动 我们不能这样想 所以就有一种思想会起来 能有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 能有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些感知到的自然界并不一样 这个世界的存在也是确凿无疑的 柏拉肚把这个世界叫理念的世界 关于柏拉肚我们等会儿再说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劳动 劳动这种活动 它是如何可能的 我刚才说过 人和动物的其他物种相比 不是有优点 倒是有确定 我们按照以往的理解说 白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 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 由猿猴进化而成 是吧 你一旦说进化的话 那么人这个物种 在他的本能装饰和器官的专门化 风化上面应当比内人员更好 更完善 但是我们考察一下 不是更完善 而是好像没弄好 这个二十世纪的能为学家 在研究内人员和人的比较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种事实 就是说 人 他更像什么呢 更像幼年的内人员 这内人员长幼体的 还没有成熟 幼年的内人员 他的头盖骨 他的前置和后置 与能射动相近 能射动相近 他身上的毛发也比较稀疏 射数也很少 那么更有意思的是 幼年的内人员 比成年的内人员 突出的表现出一种学习和尝试的兴趣 把他长成成年的内人员以后呢 他就保守了 他就固定好了 他更能灵巧地面对适应环境 但是他不再具备学习的兴趣 或者兴趣很少 所以把人和内人员这比较 发现他更像幼年的内人员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 我们可以这样推想 人恐怕是灵长类 这个门类的动物当中的一个原初类型 原初类型 这个原初类型有两种可能性 向前进化 一种 他终于进化成我们看到的内人员了 还有一种情况 他停滞 就停留在这个原初类型上 不往前走 不往前走 毛发也不发达 所以他怕了 所以他怕了 是吧 他其他的本能装备也不完善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没进化好 他该死掉 该灭绝 但他没灭绝 所以这样一种推论就产生了 人是一种 尚未进化成内人员的一种过渡性的误独 过渡性的误独 当然这是推论 按照这个推论 根据达尔文的原理 这个误独要被淘汰 但是没有被淘汰 人形成了一种 生产性的 创造性的能力 用这种能力去适应外部自然条件 成功的存活下去 那么这个能力 来自答应 一句话 劳动的能力 来自答应 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论 我就想起以前看过的书 比如说 劳动在从原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这本书的推论是这样 人是劳动创造 这话说得倒没错 然后怎么解释劳动创造人这个原理呢 用自然环境的改变 由于自然环境 比如说大地球 曾经有过冰河期 由于冰河期 使得大片大片的生人消失 原形攀缓在树上的猴子 不得不到地上来 到地上来 它就在地上 寻觅它的食物 这种改变的环境 造成它经常需要折裂 来打开它的视野 久而久之 前之和后之就分工了 前之专门用来采集果实 这是最初的 潜在的劳动 由于这种努力 长久地接累起来 接累为什么 前之和后之不一样 前之更为灵巧 于是前之 进化为人手 由于它择列行走 视野开阔 信息多了 它的大脑受到失剑 那么大脑开始 逐渐地向人脑 原脑向人脑进化 反正它给出了各种重要的理由 就是因为适应环境 等等这种努力 逐渐地让前之变成人手 让后脑变成人脑 这样一种解说 我们能接受完 我们考 仔细一想 发现它属于什么 拉马克的进化论 拉马克的进化论 只是一种假说 达尔文的进化论 是一种科学 假说和科学的区别 拉马克的原理 是什么原理 用生物学 遗传学的术语来讲 就是后天获得的性状 可以遗传 比如说 长颈后的头颈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因为它一开始能够 吃到比较低处的叶子 是吧 树叶 低处的树叶吃光了 要吃高处的树叶 那就努力地 把自己的脖子往上升 这是一种锻炼 锻炼会接纳起来的 这个脖子长一点呢 它生出来的一个小长颈鹿的脖子 自然就长一点 经过多少世代的接纳 终于形成一个新的物种 叫长颈鹿 这就是拉马克进化论 这个进化论 给我们许多很有意思的推论 比如说 假如我现在喜欢晒太子 那么我总是在海边晒太子 晒得我皮肤幽黑 然后后来我生了儿子 儿子生出来皮肤 是黑了一点 儿子呢 也忠诚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学惯 也老是拼命的 这一辈子就晒太阳 晒得很黑 生错一个孙子就更黑一点 终于最后生错黑了 这就是后天获得性状 可以遗传 所以我刚才讲 劳动创造人 怎么创造 就是说一开始有一点劳动 然后接着一起来就把猴的 猿猴的前肢进化为人手 把猴脑进化为人手 这所谓拉马克进化 达尔龙的进化人不是这个人 达尔龙的进化人是指出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动物的物种 在增长它的指代的时候 它有相当大的数量 每一个个体的指代 彼此之间 实际上有差异 有个体差异 这种差异在一般的情况下不重要 如果环境发生改变了的话 产生一些重要的差异的那些个体 适应了新的环境 比较正常的那些个体 倒适应不了这个环境 死掉了 死掉了它就没有机会来什么 这个生养后代 繁殖后代 那个有差异的个体 这种差异恰好能帮助它适应性的环境 这种个体存活下来 它获得了繁殖后代的机会 这种差异就介绍 往下介绍 这个差异是先天的 不是后天获得新的 比如说一个龙子采卵 采了上万个卵 扶出上万个小龙子 这上万个小龙子 你查一查 他们社区上有千差万别的 个体上都有差异 这个差异是什么造成的 当时还没有基因这个概念 是吧 但是这个原理已经被达尔文说出来了 个体有变异 现在知道变异存在于基因 现在叫它基因特别 但以前虽然不知道 这个设定已经 这个假定已经确定好了 由于个体总是有差异的 这种差异在改变了个环境的情况下 适应新的环境 不能 没有产生这种差异的个体 摄取了繁殖后代的机会 物种就是在这样一种 自然选择当中 改变了 进化 这是达尔文的进化 所以他和拉马克的进化 要区分开来 当然我们向达尔文追问 你说的那个个体 变异是如何造成的 它无从回答 现在的遗传学 怎么解释这种事情 也解释得不很清楚 比如说自然界 宇宙有些辐射 这种辐射 会导致基因特别 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反正基因的变化 是根源 那么现在想想劳动吧 有一种物种 突然有劳动的能力 你能说他先具备 劳动的能力 然后进化为物 这个能吗 如果他已经劳动了 我们能冲他为猴子吗 猿猴吗 不能冲的 我们就会冲他为人了 能以劳动做前提的 如果这个猴子 开始劳动了 那么我们就不应当 冲他为猴子 不能冲他为猿猴 对人猿 他就是人 是不是这样 那么问题是 这个劳动的能力 来自哪里 你说来自基因特别 那你就要假想 假想一种新的基因 这种基因是文化能力的 宣传的根据 是产生文明 创造文明的这个根据 到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不可能 找到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 不可理解的 为什么 如果它是基因的 文化创造的能力 所谓一种基因当中的能力的话 那么这个文化 会变吗 不会变 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 会有差别吗 也不会 文化会有它的历史吗 也不会 就像世世代代的工分 制造同样的分法 所以 工分制造分法 绝不是文化 这种制造 绝不能叫劳动 这种制造的能力 制造工分的能力 是在工分的基因当中 是可以找到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劳动 把文化的能力 看成是一种基因 一种生物的能力 所以用那个进化路学说 来解释 劳动创造能力 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但是我们是要 打破砂锅 闻到你的 我们要追问 但是我告诉大家 没办法追问 你向前无穷的追索 你说 在元侯受伤 股元受伤 发生过前劳动 劳动前的那种状态 有一种理论 有一种学说 就这样说 我们用前劳动来解释 元侯向人的团队 那么前劳动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否能活动 他说不是的 是不是劳动 也不是 是本能活动到 劳动活动之间的一个过渡 那么我说 这个过渡你可以无限远长 前劳动前面还有千前劳动 前前劳动还有千前前劳动 是吧 所以这个路走不通 关于劳动的起源 我们只能说 如果你用发生学的考察 它怎么发生的 那么它隐磨在无限的黑暗 在这种问题面前 我们也许不得不说这样一句话 上帝在某一个物种身上 点燃了神火 于是它劳动了 当然这不是决事 这是对这个问题的保存 一种宗教的保存方法 科学在这里肯定无能为 当然我们还得说这批话 劳动创造了 不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说这批话 在什么意义上说 在哲学上说 人之为人 是劳动所创造的 这里的人已经不再是 那个生物性的物种 是一种精神存在 这种精神存在的是劳动的结果 我们只能这样来讲 所以我们对劳动不再去做 这种发生学的追溯 这种发生学的追溯 是没有结果的 我们对劳动进行哲学的思考 只说劳动的本体论的意义来 这才是更重要的 各位有书 就是我编的这份教材 你们可以打开看第十三页 我在第十三页上 也用了黑格尔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 对劳动做了哲学的分析 我们终止了对劳动的发生学的追溯 我们进入哲学思考的理解 黑格尔这样讲 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冤枉 也延迟了满足的消失 换句话说 这是第一句话 这一段的第一句话 我们在这里 介绍一下 非常纯粹的哲学表述 什么是劳动 劳动是愿望 但是有一个定义 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冤枉 是延迟了满足的 消失的 换句话说 劳动的讨厌 我们能理解这句话吗 劳动当然 用愿望而起 人是自然存在物 人是肉体存在 人有胃 这个胃会饥饿的 对于生活资料的需要 是一种自然的需要 它和我们的生物性的存在 联系在一起 所以它肯定出于冤枉 但它不是冤枉的 当下的满足 它必须要对这个冤枉 进行限制和节制 对这个满足要延迟 我们有两种可能的满足冤枉 一种是什么 比如说 我肚子饿了 看到树上有果子 我生出我的全身去采集了 然后放到口里 烹下去吃掉了 这是愿望的什么 当下的满足 在这里没有劳动 倘若我明明要吃这个果子 但是我对这个愿望 做了一个限制 我去做另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去打造 一个让我更方便的获得果子的那个工具 比如说我把一个木棍 或者我把两根竹竿杆 接得更长一点 让我用它可以够到高处的果子 我在制作这样一个简单工具的时候 我的愿望就受到极致和限制了 因为这个工具我不是拿它来吃的 我如果是一个原始的人 我把一块原始的石块 天然的石块 打造成一个虽然非常粗糙 但已经是工具了 那个石器 比如说一把石壶 这个石壶我没办法吃它 它不是我愿望的对象 但是我以后有用了这个石壶 可以更方便的得到石壶 所以有一件事情 这个说 它发生了 这件事情叫劳动 它做什么事情呢 陶冶石壶 它把那个天然的石块 打造成出石器 这已经是对事物的陶冶 在这种陶冶的过程当中 它的最初的动因来是愿望 但它要求对愿望进行限制 去对付一个 它并不是 并不能吃也不能穿的东西 所以第一句话就意思清楚了 劳动是受到限制或接受的愿望 以及颜色的满足的消失 换句话说 劳动陶冶事务 底下再看下去 对对象的否定关系 成为对象的形式 这句话看得分明吗 对对象的否定关系 成为对象的形式 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 这正是因为 对象对于那劳动者来说 是有独立性的 谁能解释这句话 试试看 想一想它什么意思 这是非常哲学化的话 对对象的否定关系 成为对象的形式 先关注这一句 我把一个苹果吃掉了 哲学上怎么讲 我把它扣除了 因为它吃下去了 已经不是苹果了 在我的胃里变成各种成分 正在被我的胃液进行消化 它不复为原先那个苹果 所以我把它通识下去 我否定了这个苹果 对吧 我打字那个出石器 打字石器 我对原先那个天然的石块 做了一次什么 否定 天然的石块被我否定了 这个否定和我把苹果吃下去 那个否定还有所不同 苹果吃下去 它就消失了 转化为别的东西了 这个石块被我打字了以后 它还在 我对它的否定的关系 成为这个对象的自己的形式了 对不对 我把它打字成石虎了 这个否乃是它的形式 这个形式本是我对它的一种否定的关系 这个否定的关系成为它自己的形式 并且是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 它不像苹果 不能保持石虎了 石虎还在 这个石虎保持着它自己的 而这个被保持的形式呢 是我对它的否定的关系 这怕石虎还在我面前 端放在那里 所以它仍然是我的对象 这个对象对于我这个劳动者来说 是有独立性的 对吧 现在这个苹果已经成为我的身体的 承受的一部分 这个苹果对我没独立性了 乐大师父还在我外面 它作为对象矗立在我面前 它对我有独立性 但这个对象其实被我否定过了 但是我对它的否定成为它自己的形式 继续作为我的对象 在我面前 这就叫劳动 哲学家讲话就这样讲的 哲学家讲话就这样讲 为什么要这样讲 它不是经验的说过去 而是思辨的说过去 对吧 经验的说过去 无非说这个蛇气 这块蛇块被我改变了它的外形 说到这里就维持了 不是说被它被我改变了外形 我改变它这个外形是什么 我对它的否定关系成为它的形式 并且继续作为对象 对我持久的存在者 就这样 哲学就这样说话 这样的语言是哲学的语言 非常纯粹 越纯粹越好 才让我们把事情的本质真相搞清楚 对吧 下面的结果就非常重大 重大 请看下面的话 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 或陶冶的行动 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 或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 这种意识 现在在劳动中外战化之间 进入到持久的状态 现在这里听一听 你不能光从外户观察劳动 你光从外户观察劳动 你只看到陶冶的行动 这个陶冶的行动 其实乃是意识的自为存在 那个蛇虎所获得的形色 就那个蛇 与天然蛇坏获得了蛇虎的形色 这个形色 你从一方面看是打致它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 这个打致就是意识的结果 打致它的过程 就是意识的结果 现在说这个意识 是纯粹自为存在的 什么叫自为的 自去知道自去的 哲学当中有两个分手 一个叫自在 一个叫自为 现在跟一个说 由于劳动 完成了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 和陶冶的行动 那么它同时就意味着 意识达到了什么 纯粹自为的存在 它意识到自身了 这一点我再说几句 自然意识就不这样 比如说我看到一盘巧克力 按照我对巧克力的感性经验 它知道它极其好吃 我小时候这时候 第一次吃到巧克力 我想天下哪有这么好吃的糖 世界上最好吃的糖 所以我对它就保持着一种 冤枉和期待 我这种意识 吃对巧克力的冤枉 它是自然的意思 这种自然的意思 让我受制于这个对象 是吧 我对这个对象有自由吗 能自由的 我对它的需要 意味着我受制于它 所以这个对象 如果光是我用望的对象 那么我就受制于它 我对它无自由 这种用望是自然的意思 那么打致舌器的那个劳动 与这个天然舌块的这个对象的关系 就已经不是自然意思的关系了 我成功的把天然舌块打致成舌腹的 这是从人工产品 那么面对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对它是有自由的 为什么 它是我 它代表的意识 达到了什么 独立的存在 所以最后一句这样说 这种意识 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之气 进入到持久的状态 因此那劳动者的意识 便达到了 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之关 最后一句话 让你解吗 劳动者的意识 你以为它是自然意识吗 其实不是 为什么 它现在做成了一个人工产品 而这个人工产品 仍然可以在它面前被它关照 被它指贯 此刻我指贯一把手 我此刻或者责贯一块手表 我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意识自己 对吧 我拿起这份手表 要请大家看 大家说看到一个物质 一个不依赖有我们的物质吗 不 看到的是什么 祭司器 看到它是一个力学机构的机构 力学机构就是意识 也看到它是值多少钱 五百块钱 那是商品 都是意识 我们看一块手表是意识在看自己 对吧 就是黑格这里讲的 意识达到了 以对力存在为自己本身的指观 自己看自己 自己执观自己 这是劳动的结果 劳动造成了这些东西 劳动把自己的意识的自为性产生出来 并且让意识的自为存在成为对象自己的持久的形式 继续供执以意识来责观它 于是这意识就在它的所产生的产品身上 反观自身 反观自身就 反观自身就意识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是什么 自为的 我是主题 力学不过是我的外话 这块手表在另一个意义上讲 它是科学意识的外话 对吧 它作为上帝乃是资本这种意识的外话 还有其他种种 好 我们续续续续